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表示 政府预计未来经济将取得2%到3%的增长 这需要企业和员工持续转型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黄勋才说只有确保经济增长才能让薪资和企业营收增加 以应付通货膨胀和照顾国人的需要 副总理黄勋才在国会总结新财政年预算案辩论时说 冠病疫情加上俄乌战事 导致物价这两年来快速上涨 我国也受到冲击 黄勋才指出 要不是金融管理局收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去年的核心通胀率将达到6.6%而不是4.2% 他说虽然通胀压力已经趋缓 但政府今年还是通过升级版的定薪与援助配套 协助本地家庭和各群体 应付生活费上涨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政府也通过企业援助配套 协助企业应付成本上涨的压力 黄勋才强调 要应对通货膨胀的最好方法 是确保经济持续取得增长 他说企业需要不断寻找新商机 员工也必须掌握新技能和拥抱新科技 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政府在预算案中加大力度 吸引高质量的投资项目 在科研方面也做出了稳定的投资 政府也重点为需要援助的员工群体提供更多支持 包括鼓励公益教育学院学生继续升学 以及提升中年员工的技能 We have workfare rather than welfare We have progressive wages instead of minimum wage Skills future instead of preserving obsolete jobs And soon support for job seekers instead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is is not just about changing the words This reflects our policy emphasis and priorities And how we go about effecting change For the betterment of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在谈到政府将为失业者重返职场而推出的 临时财务援助计划时 黄勋才表示将使用税收来资助计划 这项计划将协助中低收入 非自愿失业者提供临时财务援助 鼓励他们在需要时接受培训 或协助他们配对新的工作 相关细节今年较至时候公布 黄勋才表示 尽管我国的财政状况良好 但拥有结构性财政盈余的日子已经过去 经济增长将放缓 妥善管理之初显得更为重要 黄勋才在总结时重申 政府将致力为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国人提供更多机遇和保障 政府也会更新社会契约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 确保国人团结一心 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